酒駕十分可惡 同時酒駕也是台灣新聞版面上 最常出現的社會案件之一 曾經有這麼一起酒駕案件 驅使了當局修法 把酒駕的刑責提高到現行的 三年以上最高十年有期徒刑 而那就是當時轟動社會 著名的葉少爺酒駕案 歡迎繼續收看紅色封鎖線 我是蔡秉鴻 酒駕刑責太低 是每當有重大的酒駕案件發生的時候 都會被拿出來討論的議題 也常有人譏諷 是不是真的要等到哪一天 酒駕撞死了高官或者是他的家屬 才有可能再修法加重刑責 不過酒駕自死的刑責 其實已經調整過了好幾次 才逐漸變成現在實行的三年以上 最重十年 而促成修法的關鍵案件 就是2012年4月25號 發生在高雄的死亡車禍 這肇事者葉冠亨不但酒駕撞死婦人 也害了銅車有人喪命 也更讓死者家屬過度悲傷而促使 一場車禍是拉了三條人命陪葬 這輛車抵達車禍現場 只見一名富人被彈飛到20公尺遠 頭部與身體已經分離 造勢的賓士車整個翻覆四輪朝天 車身嚴重凹險 這幾嚴重的車禍讓一旁的路人都看傻了眼 原來清晨6點多 這輛白色賓士車駕駛酒駕 在三名友人行進高雄市中華五福路口 與一輛垃圾車發生擦撞 車子失控撞上安全島 又撞上一名早起運動的婦人 當場斷頭死亡 他在撞上去之前有煞車嗎 沒有 葉少爺酒駕造勢 路口監視器畫面首度曝光 畫面中葉少爺開著白色的賓士車 從高雄市的中華三路往北開 高速超過內側的小貨車 搶進車道 這時候前方的垃圾車違規左轉 葉少爺沒有煞車直接撞上車尾 接著彈到右側車道 撞死無辜的李姓夫人 他那時候車子撞了 他的儀表板是在130 肇事者葉管橫 前田與同車友人持剛毅 和另外兩名朋友 徹夜飲酒狂歡後 在25號凌晨 以時速超過了120公里的速度飆車 從監視器畫面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他和其他車輛的速度差距 而雖然說撞上的垃圾車 他是有違規在先 但本身已經酒醉 還敢用這種車速 開在速限僅60公里的平面道路上 這種行為和殺人也沒有兩樣 撞上垃圾車之後 時空的轎車 彎如血滴子 高速襲來 清晨出門運動的李姓榮 無端被捲入 他的頭部被已經撞殘的保險桿 斜面切割 當場失手亨離 而同車友人稱剛毅 衝破擋風玻璃 噴飛出車外 撐死街頭 一般他都是七點就回來 可是等到七點四十五 他還沒回來 那我趕快再送小兒子上學 結果在路中看到有車禍的樣子 因為我們家住附近 那我先送小兒子上學 請我姊姊趕快去找人這樣 慢慢慢慢才確定是他 失去了西子李姓榮後 許先生無助的跪在殯儀館門口 好不容易調整心情 接受媒體採訪 但這卻也是他這輩子 最後一次在鏡頭前面說話 我沒人家 他就去看看 說去我沒哪裡 還有一個肚子 意外發生後的第三天 許先生的遺體被家人發現 他倒臥在家中 手中還緊緊握著一封白包 原來許先生因為悲傷過度 引發心肌梗塞死亡 而夫妻接連過世 徒留唯一的獨生女 而他才就讀小兒 短短三天就得承受父母 相繼過世的噩耗 妹妹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們兩家人一定會很好照顧 我們都很愛他 很愛他 他是兩家人的小寶貝 三天內先後失去雙親 家屬原本擔心 年僅八歲的女孩無法承受 一度隱瞞 但在請教心理專家後 還是決定告訴女孩 媽媽車禍後 爸爸也離開了他 小女孩激動難過 後年的女孩小小年紀 就得面對這樣的惡夢 不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案件都還沒有調查清楚 上市車輛卻已經被領回 而且車禍後八天 警方才對夜冠昏做筆錄 甚至在病房門口 看不到警方派人看守 本身一直在昏迷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製作相關的筆錄 所以到大概昨天左右 他狀況大概可以 那也經過就是說 他這個感染期 已經經過七天了 所以在昨天 大概我們有給他 初步完成一個筆錄的製作 據我們所了解 他是大概在第五天 沒有第六天才能了解這個狀況 事發第五天 躺在病床上的葉冠昏 就知道自己撞死人了 而第八天他才做筆錄 這有沒有禮遇 或者是被施壓呢 警方是頻頻否認 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案件一開始 就我們高雄地檢署 就指揮檢察官來簽證指揮 警方解釋 因為現場檢察官當場開宴 才會同意讓葉佳人 領回賓士車 葉冠昏涉嫌公共危險罪 與殺人罪 而警方的作為都不符合 重大刑案的處理慣例 說辭也有互相矛盾 絲絲也被外界質疑 莫非是肇事者葉冠昏 他有什麼顯赫的家事背景 讓警方卻不罵 2010年4月份 高雄的超跑車隊 好好蕩蕩要南下 參加墾丁音樂祭 不過這段白色超跑非常眼熟 比對車牌5288 竟然跟4月25號 酒駕撞死婦人現場的白色跑車 是同一個車牌 原來影片中的就是 葉少爺開的白色跑車 會買這種車的大部分 都是要有能力的人 畢竟他息息數大馬力大 所以會買的人不多 所以在台灣說 在店面裡面會放的話 可能不多 跟台灣全員的貿易商 做聯繫 然後與他們再搬進來 根據了解這部算是超跑夢幻車系 得請貿易商訂購 透過外匯進口 要價將近五百萬 南台灣不超過十部 影片中可以看見 葉少爺開車的身影相當拉風 車窗打開一旁還有金髮辣妹 一起上街炫耀 也發現他的輪圈 車身尾翼都有添加彩繪 看得出不管是開的車 在的妹都要最拉風 節奏強烈的音樂 配上一次排開的頂級超跑 二十五號一早 九號開著價值四百多萬元的名車 撞飛富人的夜系男大聲 也是這個超跑俱樂部的一員 肇事的白色冰水第六三 這要價就要四百七十八萬起跳 年僅二十二歲的葉冠亨 他怎麼能夠能夠養名車呢 網友就當起了鍵盤柯南 搜出了葉冠亨 還同時擁有包含了兵力雙門 另外一部兵士 還有寶石捷 以及當時肇事的C63 這四部總共價值超過三千萬的頂級轎車 甚至他光是去香港旅遊 他希望有車代步 葉冠亨他不是選擇租車 而是乾脆就地買一台車 花錢他從不手軟 但這都不是他自己賺的錢 還有一張圖可以看到 他大秀自己的財富 他秀出了白花花的四大碟千元大鈔 這總價值四十萬 而為了就只是要買這支限量名表 這當然也是從家裡給的錢 你也可以從他的臉書貼文 來稍微了解葉冠亨的為人 例如他就說過 錢自己賺的叫屌 家裡給的是幸福 還有礦課七七節 好險只有被扣考一顆 這麼囂張的言論 但又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不去上課哪有差 他早就作用了大筆的財富 沒有賺錢的能力也沒關係 他吃家裡靠家裡 連這一次糾駕撞死人 都要疼愛他的母親 除面承擔 不過他們一開始的態度 卻好像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似乎什麼東西用錢都能夠解決 這個物質比較愛玩 它是真的物有酒的 它真的是 抽一瓶啤酒 臉紅就會說 那我好想回去睡覺 用物質什麼滿足 或許你說車什麼錢 然後買這個 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數字 也不是這怎麼買來的 或許有貸款啊 媽媽出面替兒子解釋 而葉冠亨卻一臉無視地坐在病床上 這看起來氣色還不錯 但根據死者家屬表示 事發後葉家人 完全沒有一聲道歉或慰問 再加上 葉冠亨他的炫富史 全被網友挖出來 而網友就給他起了一個稱號 叫做葉少爺 酒家害死三條人命的 竟然是揮霍無度的超級大少爺 這社會輿論巡起踏伐 葉媽媽才知道這事情似乎嚴重了 人家我對不起他們 我對不起他們 我今天沒有把孩子加好 對不起 兒子酒駕造勢毀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葉媽媽在病房內下軌道歉 情緒激動 我實在不敢沒有把孩子加上好 造成社會的一些不好的人 失望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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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媽媽淚流滿面 痛哭失聲 不斷向鏡頭下跪道歉 好像他才是肇事者一樣 而這一陣子在養傷 又或者是說 躲在家人後面的葉冠亨 也首度公開道歉了 對不起 對家屬真的很抱歉 造成家屬的不幸 我傷害好之後 一定會接受法律的制裁 對不起 你有沒有想說 要去民航跟民航跟民航 我傷害好之後一定會去 沒有 沒有 都完全空白 對 只知道你車禍而已 那天有沒有喝酒 你那天有沒有喝酒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社會大眾 我實在沒有把孩子加上好 媒體追問當時的車禍細節 而葉冠亨只會不斷跳針 回答對不起 這媽媽護子心切 趕快幫兒子來接話 但大家有發現嗎 是葉冠亨上一回 5月1號被拍到的時候 他氣色非常好 而且還沒坐著 頭上也沒有崩蓋 他多了兩天在媒體聯訪的時候 頭上突然多了傷口 甚至到7號只能 戴著帽子躺著硬訊 你不是頭受傷嗎 這戴著帽子 不太好吧 這傷勢好像是越來越嚴重了 這也被死的家屬痛批 根本一路上都在演戲 偵察局裡面 檢察官有明白的告知 說葉冠亨已經可以 自行起來上廁所了 躺著出帝硬訊的話 很顯然的 我覺得有作假的嫌疑 全部的作為是為了逃避羈押 因為他進行區 已經可以坐著起床了 可以自己上廁所了 你為什麼還要坐單教 去出帝硬訊呢 難道把全台灣史的社會大眾 都當成笨蛋的爽嗎 而葉冠亨透過律師表示 因為身體多數骨折 連輪椅都不能坐 恐怕只能躺著硬訊 而真相到底如何 相信大家自由公平 而硬訊後 檢方裁定葉冠亨 一百萬元交保 而葉媽媽呢 馬上就攜帶了百萬的現鈔 火速的把兒子給保了出來 這一百萬也不算小金額 而葉家早有準備 又或者是說 一百萬對他們來說 就至於我們從錢包 掏出一百元的鈔票 那樣的簡單輕鬆 那個被告也坦承犯刑 那檢察官訊問以後 認為他並不符合羈押的要件 考量到他的經濟能力 還有這個社會觀感等等 預知交保新台幣一百萬元 交保葉冠亨的情況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出院 但是因為長庚醫院 要求他今天一定要出院 所以我們會再把他 待會兒會再送到別的醫院去 律師雖然表示 葉冠亨傷是嚴重 但醫院卻要求他離開 而且接下來幾間醫院 評估過葉少爺的狀況之後 也認為沒必要住院而拒收 而檢方偵訊後 因為葉冠亨坦誠犯刑 再加上傷重無法行走 認定沒有羈押的必要 因此葉少爺只好 暫居在一棟老舊的公寓內 一避風頭 甚至一度傳出 葉冠亨被安排要潛逃出國 不過警方都會每天來巡邏 嚴防他逃跑 幾乎每一天到每一天都在監控 警方強調目前有兩個分局 每天監控葉少爺 在公寓內的情形不敢大意 防犯他氣爆潛逃 在看完前面葉少爺一家 誇張的彩力展示 甚至還神通廣大到 可能安排潛逃計畫 而這一連串下來 唯獨少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好像是藏經人一樣 在幕後運籌帷幄 力保葉冠亨 而這個人 就是能夠讓葉冠亨 可以年紀輕輕的在戶頭 就有千萬現金 而手上還有四輛 市值超過三千萬的頂級轎車 也就是他的父親葉錦棠 究竟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比著小平頭 臉頰泛紅 這名長相福泰的男子 就是葉少爺 神隱多日的副爸爸 他打電話來給我說 是他阿伯要來拜訪 等到我們講話 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阿伯不小心再講說 這是葉冠亨的爸爸 我現在是葉冠亨的爸爸 我開始發脾氣 葉少爺的副爸爸 從案發至今完全沒露面 就連登門道歉也不敢表明身分 原來根據了解 葉少爺的父親投資建設公司 但實際從事的卻是地下金融 曾經涉及製藥公司的掏空案 熟識黑白兩道 我們一份調查 應該是被 當時曾被收押的團員 然後後來被判刑 好像以前就是有執行過了 然後也是一樣 在外罪人 也是一樣喝酒非常的囂張 好 可是他叫各大酒店 別喝酒之後 從不稱他姓爺 連對外辦事都不透露姓名 這也難怪都是葉媽媽 在鏡頭面前負責扛炮火 而整個酒家案件中 你甚至看不到葉錦棠本人現身 他到底在做什麼 真實身份是什麼 都沒有辦法確認 我們只知道在葉冠亨肇肇事之後 葉錦棠還在華融路的鬧區 新建他的豪宅王國 這占地超過150坪的 6層樓城堡式豪宅 地下還有可以容納 8輛轎車的私人停車場 這光是外祥所用的頂級龐貝時 就有要價千萬元 粗整棟至少得燒掉1.5億元 而且根據鄰居轉述 這已經打掉抽乾的5次樓 這誇張雄厚的財力 著實令人折舌 不過在怎麼雄厚的財力和背景 也沒有辦法躲過司法審判 檢方在起訴葉冠亨的時候 就指出他犯後沒有做出任何的賠償彌補 雖然他的確是殷商住院 但陳剛一的父親就還加碼爆料 稍後隔天還看到葉少爺在臉書 加正妹好友並且按讚 對於記者追問賠償金額究竟是多少 葉冠亨疑問三不知 但律師透露葉冠亨戶頭有多達 一千一百多萬元已經遭到假扣押 希望跟家屬和解 我們一定會在盡我們最大的誠意 我們一定會協助葉冠亨 死者陳剛一的父親氣到想痛打兇手一頓 替死去的孩子出口氣 酒家造勢的葉少爺身價竟然高達一千一百多萬 但事發後對於賠償事宜卻始終沒有定論 難怪受害家屬看不出 葉家人口中的賠償到底在哪裡 口口聲聲說要道歉 但一家人實際上卻都只是在鏡頭面前 神悲俱下 完全沒有與死者家屬好好討論賠償事宜 這態度默然讓建方求處重刑七年 這七年聽起來雖然並不重 因為畢竟現在的酒家自死最高是十年 但就在當時七年已經是極限 葉冠亨以及葉冠亨的父母 會盡最大的努力 那麼來把這一件和解把它處理掉 一千一百多萬 那麼這一個部分全部已經都假扣押到了 葉少爺在庭上表示希望跟家屬調解 不過兩位死者家屬立刻打回票 被撞死的李姓婦仁的哥哥說 事發到現在家屬悲傷悲傷還是悲傷 一連說了三個悲傷 強烈表達不可能和解 陳剛義的父親更是痛批 說葉少爺從沒有親自道歉 跟要求法官當庭羈押葉少爺相當氣憤 葉冠亨他的父母先代替他 有去跟這個被害者家屬去道歉 那但是呢 因為可能就是如剛剛被葉冠亨所講的 他的家屬過於悲傷都拒絕見面 葉冠亨透過寫信 電話以及媽媽來道歉 但被害家屬都不接受 因為再多的道歉都換不回親人 更何況這甚至不是葉冠亨 本人親自在他們的面前道歉 而很快的 一審判決結果輸入 換算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855毫克 被告葉冠亨為造勢主因 那被告王嘉祥為造勢次因等一切情狀 兩處被告葉冠亨有期徒刑六年 對於被害者家屬而言 永遠都是信不夠的 也希望說不要在二診的時候 變成二診請辦 葉冠亨認為判刑六年太重了 繼續上訴二審 而最後維持原判 這官司一路達到了最高法院 上訴最終遭到駁回 而全案就以六年有期徒刑定驗 據違規所長的勒斯車駕駛王嘉祥 只是以業務過失致死判刑兩年確定 在短短的三個月作為時間 就已經駁回上訴了 希望這個案子的判決 對於賀子酒駕有正面的意義 我們也希望就有這次機會 讓整個酒駕者不要造勢者 不要可能因為能夠和解 獲得侵判或者獲得緩刑 我相信對整個社會 是有正面的意義 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了 陳爸爸看似放下 卻也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案例 來警惕酒駕行為 不過社會大眾可無法經意的接受 因為認為判決太輕 畢竟牽扯了三條人命 有人幾乎至少要判死或者無期 想要惡辭酒駕外風 但三省定驗已成定局 不過接下來又爆出了一起爭議事件 那就是原本應該要吃六年勞飯的葉冠亨 卻在2016年12月29號 交證署核准了葉冠亨的假釋出語 就是很抱歉 雖然經過這麼多年 我一直對他們的虧欠沒有撿過 四年前酒駕害死三條人命 葉少爺29號下午獲得假釋出語 重獲自由後的第一件事 就是公開道歉 在入獄後一年 其實我很感謝他們 願意給我一次機會 就是跟他們達成合情 發生這種事情 還願意跟我喝酒 我覺得如果換作是我 我可能也沒辦法 這麼輕易的原諒會放 台南明德監獄表示 因為葉冠亨在監時 負責蔬果作業認真負責 又加入了薩克斯風樂團 考取街頭引人證照 並且願意配合反酒駕宣導 顯示誠心悔過 向法務部矯正署提報假釋通過 讓他可以疏癒回家過年 還不太習慣 第一次回來 還是之前生活蠻規語的 早上很早五六點 也是就起來了 面對鏡頭侃侃而談 對比四年前剛駐下大錯 奪走三條人命 當時葉冠亨臉型圓潤 全身名牌開名車 滿臉的輕調態度 照時候還躲在媽媽背後 十足的媽寶模樣 而在服刑後身形明顯銷售 穿著轉曲低調 更在鏡頭前正面認錯 態度180度大轉變 很好的讓我自己檢討的案例 因為這也是很直接 我自己的缺點 也是我應該好好檢討的地方 但依照外界質疑 他不用剃頭 氣色又這麼好 像是剛出入的獸型人嗎 台南明德監獄就解釋 因為葉冠亨表現良好 才轉往明德外間 除了週休二日以外 還可以回家探親 甚至免剃光頭 害死三條人命 最後輕鬆假釋 甚至在獄妝過得也很愜意舒適 還能和家人一起過年 這和永遠失去親人的死者家屬對比 說實諷刺 外傳和解金額高達千萬元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接受 至少陳剛英的父親就不願和解 而葉冠亨則是承諾會父親照顧 米信榮和許明毅他們女兒的責任 並行夫妻倆一個是被她撞死的 而另外一個也會傷心過度的阻死 我對於許小妹妹其實 畢竟她父母是因為我的關係 而不在她身邊照顧她 我認為我這個責任和義務去協助她 就我目前能想到也做得到了 我會去支付她的學費直到她成年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承諾會支付許小妹妹的學費直到成年 這是她應該要做的補償 其實從葉冠亨出之後 並從她的言行舉止 的確可以看得出來她和遺忘的一些不同 但這代表她洗白了嗎 又或者是從此改過向善 時間會證明一切 而社會自由公平 有錢人家的二代子弟 難道都一定是這副德性嗎 其實不然 但葉少爺的酒家案件 確實是加深了大家的刻板印象 甚至葉少爺這三個字 本身就變成了負面的代名詞 不過我們能夠確定的是 因為這一起酒家案件 促使了政府修法 提高酒駕制使的行責 從原本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而修法後的短期之內 的確一定程度起了嚇阻的作用 但時間拉長到現在來看 酒駕有變少嗎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而酒駕是人性僥倖下的產物 如何有效的防止酒駕行為 我想這是每個當局者 都應該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以上是這一集的故事內容 歡迎有想法的觀眾們 一起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是蔡品宏 好 我們下次見 了解